接著就介紹第一個外移力作用叫做 崩化 這個考過 考這句話 什麼叫做崩化 凡使岩石破碎速度的作用叫做崩化作用 會使石頭碎掉 凡使岩石破碎速度的作用就叫做崩化作用 崩化作用 崩化作用大部分發生在它跟水跟大氣的交界的地方 就碰到水碰到大氣的地方 交界面上比較容易會發生 所以前面的岩石循環譜說把它拉到地球表面 然後產生崩化成渣渣 OK 前面看過這個圖 但是不代表我們的崩化作用 只會在地球表面發生 只要有水 有空氣 有生物能用進去的地方 就可以有崩化作用 地下深處只要水可以進去 生物鑽著進去 然後空氣透著進去 它就可以有崩化作用 只是可能會比較慢一點而已 所以崩化主要發生在它跟水跟大氣接觸的地方 或者說地球表面這些地方 但是地下深處也可以發生 只要它有水 有空氣 有生物可以滲進去的 它就可以發生崩化作用 它只是可能速度會比較慢而已 所以我們說 怎麼叫做崩化作用 使岩石破碎出動 這考過 這考過 反使岩石破碎出動 最後叫崩化作用 主要發生在礁界面上 在地下深處也可以發生 這個以前有礁 以前地科有礁 地理有礁 現在地科沒有礁 地理好像也不礁了 所以如果地老是有補充 你就記住 沒補充就算了 剛才講說 崩化使岩石破碎出動 感覺是破壞性的 不是 它有建設性的成果 土壤 土壤就是岩石崩化的最終產物 很多植物的成長都需要土壤 所以它有建設性的結果 叫土壤 所以第一件事情 到崩化的最終產物叫做土壤 第二件事情 影響土壤的形成的條件有很多個 我們現在國中不教了 我們只記了就好了 誰最重要 氣候條件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石頭 崩化石頭是不一樣的 可以在相同的氣候 變成一樣的土壤 所以原來不一樣 之後是一樣 因為氣候是一樣 所以我們說氣候條件最重要 所以現在國中已經不教土壤了 就記住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土壤是岩石崩化的最終產物 第二件事情 控制土壤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氣候 我們的風化有分兩種 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 等一下我會教你什麼叫物理風化 什麼叫化學風化 但是課本現在已經不仔細分了 當年考風化的時候 也不讓你去分誰是物理 誰是化學 不讓你分三次 我會教你什麼是物理風化 什麼是化學風化 那麼溫暖潮溼的地方 以化學風化為主 寒冷乾燥的地方 以物理風化為主 等一下交到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溫暖潮溼是以化學風化為主 為什麼寒冷乾燥是以物理風埋回主 所以我就講了 就是告訴你風化有兩種 就跟我們在理化課本學的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一樣 一個過程不會 我常常不是單純的物理變化或者是化學變化 兩個都有產生 甚至會彼此互相促進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有物理風化也有化學風化 同時他們也會彼此互相促進 就是跟各位介紹風化的主要一些基本的概念 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